门对门 桥连桥是厦门和金门两地之盼 也是海峡两岸之愿 今年8月5号是浮现向金门供水工程开通满六周年的日子 2018年的这天 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的愿景 照进了现实 如今这一供水工程已安全运行了近2200天 累计供水3500余万吨 解决了长期困扰金门民众的缺水问题 这六年里面 福建通向金门的供水管道所传递的不仅是源源不断的甘泉水 也是两岸同胞绵绵延续的骨肉情 福建与金门的通水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同时 也让两岸同胞心更近 情更浓 通水之后 金门民众更深切期盼两岸能够通桥 8月5号 金门与百位基层民代联署发生支持兴建连接厦门与金门的夏金大桥 和设立金门县为非军市区 相关人士表示 希望两岸进一步开启通电 通气等民生建设 判民进党当局能以民生为本 共同合力让夏金大桥建设早日实现 成就夏金共荣发展的美好希望 今年海峡论坛期间 更有一千多万两岸民众参与了夏金大桥云端建设者网络接力活动 充分表达了共建夏金同城生活圈的共同期盼 夏门与金门隔海相望 自古是一家 两地居民的交往交流密切程度远超过两岸其他地区 为推动两地融合发展 近年来大陆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破坏了厦门金门门对门 鹿岛 五岛 桥连桥的美好愿景 目前与金门通电 通气 通桥等前期技术准备也已经基本完成 夏金大桥的厦门境内段也于2023年的10月份开工 预计到2026年通车 然而 厦门祥安机场至金门段 因为牵涉两岸敏感的政治问题 人物着了 今年3月 金门县前议员陈苍江推动的 兴建夏金大桥公民投票案 更是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驳回 门对门 桥连桥是夏金两地之盼 也是海峡两岸之愿 厦门与金门通桥有利于金夏两地共同发展 造福两岸同胞 那对于金门而言 夏金同城化 不仅是解决当前发展平静的关键 也是实现经济繁荣的最大机遇 面对金门民众对于金夏通桥的强烈呼声 希望民进党当局能够相向而行 顺应民众民生诉求 尽快推动夏金大桥的建设